勇士Versers火箭——骑士Versers塞尔提克,预料中的顶尖对决。 2018NBA分区冠军赛对战组合已经确定,如比这三个月前所料,东区由克里夫兰骑士队再度碰头波士顿塞尔提克队,西区则是为缅军金州勇士队出战来势汹汹的修士顿火箭队。 两边的对战都非常有看点,塞尔提克在少了星海哥哥德顿黑尔和Uncle Drew Carey的情况下,还能杀入东区决赛,教练和其他顶替上来的球员功不可没,能不能越过OBGA这关杀进总冠军赛?相信塞尔提克的球迷们都在期待。 勇士则是遇上了近几年最强的西区决赛对手,黎博三和大胡子哈尔等能不能威胁到勇士连霸,能不能拿到生涯第一枚冠军戒指,相信各位球迷们也非常想知道结果。 先来聊聊东区吧,首先,笔者真的忠心佩服本纪的塞尔提克,开幕战就伤了星海哥,季后塞尔因也因为动了膝盖手术,确定不会上场,但他们却接连击败公路和切六人队。 这一切真的不简单,不过接下来他们要碰到的是,连续八年打入东区决赛,连续七年杀进总冠军赛的LA布朗局Aims。 所率领的骑士队,塞尔提克要过这关,有机会,但真的不容易。 个人预测和当初一样,4比2,骑士晋级。 首轮和刘马苦战七场,4轮却横扫暴龙,骑士队被笔者点名的几位球员,如可因了夫局Aims的表现,都有逐渐回升的趋势,加上充足的休息时间,以及拥有目前仍是联盟属一属二强的OBGA,这是笔者认为他们会胜出的原因。 塞尔提克部分,Terry Rosier 继后赛目前12场比赛,平均可以贡献18.2分5.8,助攻5.5篮板,他绝对是埃尔应受伤后塞尔提克还能走到这里的原因。 这组让人充满期待的前锋组合成文的表现,根本不像是联盟的一二年级生,搭配篮球智商极高的Io Hartford 57.8%的命中绿场均攻下17分8.7。 篮板,甚至禁区苦力Aaron Bain在季后赛神奇的潜能解放了三分球的投射能力,让他们充满了竞争力。 当然,伤兵满赢的他们能走多远,能否延续奇迹,就要看这个系列赛了。 笔者个人的推测,没意外的话,塞尔提克队的先发是Rossier Plus Brown Plus Titan Plus Harford Plus Dance的组合。 这样看起来赛队是有些微的身高优势的。 骑士将Courwell拉上先发得到不错的效果,他在今年季后赛的三分球命中率46.20%生涯次高,每场可以贡献2.7颗三分球,先发上场可以增加骑士对一开赛的火力。 GAR和拉夫前面踢过了,他们理论上应该要是LBGA最强的帮手,首轮的表现不够突出,次轮找回一些手感和自信,现在东区冠军赛了,必须要拿出次轮的水准,甚至更好,才能帮助球队赢球。 替补的部分,赛队有Marcus Morris,Marcus Smart,Gweb Monroe,CMio,Guerli等人能用,骑士则有GF,Green,Larry Nance,Guerden,Clarkson,Triston,Sompson,CD Osman等人,Colderon,CC,Food,也都是可用之兵。 骑士的可用之兵是明显比赛队多的,虽然两队都一度面对伤兵问题,但是赛队是一口气直接少了两。 为明星球员,相比之下,骑士在阵容深度上,是更有优势的。 决定这个系列赛的因素,也就是本次的观赛重点,比哲列举几项如下。 赛队能不能守住本季季后赛场均34.3分9.4篮板90助攻无解的OBGA。 除了球给OBGA,骑士的战术还能变出什么花样? 两队的外线火力和替补贡献能不能互相抗衡? 教练的斗智斗法,卢有办法赢过颜值与战术实力艰巨的布莱斯德文斯吗? 主场优势的赛尔提克,到底能不能成功限制强大的骑士队? 笔者的撕心是希望赛尔提克赢的,但是有OBGA坐镇的骑士,真的是目前东军难以跨越的一道墙。 赛尔提克对阵容年轻,相对的季后赛经验就是较位不足,虽然教练等级非常高,但球员临场的反应还是决定了大部分的结局。 笔尔和塔顿必须扛起防守OBGA的责任,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挑战,不只要尽可能压低OBGA的威胁,还得注意自身犯规次数。 另外,我认为HARFOR PLUSBINS的双塔必须要彻底斩压骑士队的禁区,BINS不需要再向面对NBID样拉出去投外线了,他必须发挥强硬的本色,往禁区肆虐,才能增加赛队的胜算。 另外,Smart可能是关键之一,他疯狂的防守铁定也可以造成骑士队进攻上的困扰。 骑士队方面,他们必须注意紧趋防守和进攻当季的问题,一旦外线失灵,很常见的状况就是沦为OBGA单打其他四名球员怎样都投不进的状态, 然后进攻变得单调,出手变得没信心,教练的临场调度也是可以改进的地方。 总而言之,这个系列赛就是奇迹于传奇的对决,塞尔提克能不能越过传奇,就看这个七战四胜的系列赛了?